原标题 病人欠费医院要扣医生机校 设施医院立即纠正 不再占扣 患者欠费医生买单 近日江苏省连云港市干于区人民医院追讨患者欠费的新方法在网络热传 该医院规定病人欠费金额的70% 尤其管床医生负责医院 每月从医生机校公司中扣除500元 直到扣完为止 12月4日 红星新闻赶赴当事医院调查 了解到确有此事 但该规定已被暂停执行 恒新的清规 患者欠费医生承担70% 从每月机校里扣 11月29日 一条一份全体医生欠费清单的微博消息引发网友关注 该消息称江苏省连云港市干于区人民医院 近期对2015年3月至2017年8月的病人欠费进行清理 决定病人欠费金额的70% 由管床医生负责 经院办公会研究决定 从发放10月份机校公司开始 每月从相应管床医生机校公司中扣除500元 直至扣完为止 医院通知发出后 引起一些医生的不满 其中一位儿科医生在给医院的说明中写到 自己收治的患儿病育后 其父母在欠费的情况下半夜抱患儿离开 多次催缴胃果之后患儿父母也将锁流手机停用 在这份说明中该医生表示 我不知道自己错在何处 为了这个事情一 而再再而三 第陈述真是一件恶心的事情 比我被病人投诉更感到寒心 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 干于区人民医院有规定 如果病人因为特殊原因缴不上废 医生可去医务科申请 但也有医生因为疏忽没有申请 病人离开才想起没交费用 在微博配图的扣款明细表中 记者注意到 涉及的医生多达39位 欠费金额60多万元 医生扣款金额从数十元到数万元不等 其中 数捕外三 胸外科科士主任 王中武收治病患 共欠款18万余元 按照医生承担70%计算 他需要扣款十余万元 如果以每月扣款500元计算 扣完这笔欠款则需 20年 王中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因自己给医院提供了患者欠费说明 所以一直没被扣钱 不过 此事经曝光后 引发了网友热议 其中有留言称 所以欠费就应该停要 不然要给用上了 病给你治好了 你却跑路了 过还要救你命的医生杯 那是人家辛辛苦苦 正的医生给病人看病了 还要自己负责追缴病人欠款 是不是以后不给病人看病了 就可以减少自己掏欠款的几率了 医院的无奈 无力支付的病患不能不收 医院已垫付太多 该医院一名要求匿名的内部人士称 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 没有权利拒绝没一名患者 所以就算病患没钱 医生也得全力救治 该人士称 医院曾收支一名为众流浪乞讨人员 住进来就一分钱没交 但医生又不能因为他没钱就拒绝接收这治 最终这名流浪乞讨人员在两年的治疗时间内 共花费六十多万元 而这笔费用全由医院垫付 成为了一笔医院欠款 另外 三无人员生病 被好心人送到医院 因为与患者没有血缘或亲属关系 往往是将人送到医院等医生收治完 这些好心人就离开了 如果医生不收治 送医前来的人则会拿手机拍照录视频 甚至投诉 病人欠费与医生没有关系 在此次欠费患者名单中 有一位因交通事故进入科室的患者 入院时胸部和脑部损伤较重 当时只交了六千元押金 治疗费用却差了十七余万元 由于患者和事故另一方有纠纷 所以医疗费暂时未付 只是打了张欠条 说等纠纷解决了再来交钱 干于区人民医院义务科主任董燕 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从2013年至今 他就接触过多名被送来 就诊的无名患者 因为找不到患者亲属 但病又不得不治 因此产生了巨额医疗费用 但这些都基本上是由医院承担 其中一起交通事故 患者医疗费用近七十万元 该患者被送来时 不知姓名属于无名患者 二千零十五 年5月20日入院 就进重症监护室 一直到今年3月27日才出院 总共住院六百七十八天 累计花费六十六万六千一百三十八 零八元至今尚未归还相关医疗费用 全部由医院垫付 新规初衷 四年患者欠费五千余万 已对医院正常运营造成了影响 12月4日 红星新闻记者来到盖余人民医院 在盟诊楼入口处树立着三块牌子 分别是医院精神价值理念和医生使命 盟诊楼后面是一栋近二十层的高楼 用于行政人员办公和患者住院治疗 据公开资料显示 盖余区人民医院史建于1949年 是一所及医疗教学科研预防急救 为一体的综合性国家二级甲等医院 2012年该院贷款十多亿再盖于新城新建医院 2015年建成投入使用 并于2016年晋升为三级综合医院 每年仅是还贷利息就是几千万元 更为严峻的是 自2014年至今 患者拖欠医院的费用已达五千多万元 这已对医院的正常运营造成了一定影响 为了缓解医院资金压力 2014年干于医院出台内部规定 要求对欠费病人的管床医生进行一定比例的绩效扣罚 但三年多来一直没有实施 也没有扣除过任何一名医生的绩效 干于人民医院医知情人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医院执行这一规定的初衷 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扣医生的钱 主要想借此来提高医生的催费意识 今年患者欠费的情况严重 有的科室患者一欠费达几十万元 医院说从今年10月开始对有病患欠款的管床医生扣款 但到目前也没有扣罚过任何医生的绩效 红星新闻采访多名欠费的管床医生 他们均称写过情况说明单位被扣钱 最新进展 院方发布声明称 立即纠正 不再扣除医生绩效 干于区人民医院院办一位负责人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医院出台这个规定是医院追讨欠款的一项激励措施 医院还有多种途径追讨欠款 不可能都让医生承担 该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医院年底清理欠费时 发现很多2014、2015年的病患 仍然欠费未清早 因而出台了这项措施 意在让主管医生找病人催缴一下欠款 医生是能够联系到病患家属的 如果医生实在联系不到病患 可以到医务科申请法律追缴 大额的可能最后都要走法律图景 至于更多细节 院方则拒绝接受采访 称医院已发布情况说明 一切均以情况说明为准 干于区委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他们通过网络检索到渔情后 第一时间组织院方和医生开会 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解 12月1日 连云港市干于区人民医院在官方网站 官方微博均发出声明 2日当地官方微信公众号红云散也发布了 关于干于区人民医院部分患者医疗费用的情况 说明称谨与网络反应的问题 我愿高度重视经研究立即纠正 不再执行战扣医生绩效的措施 对于欠费问题再进一步分析原因 研究其他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该文的落款正是未干于区人民医院 责任编辑 贵墙 对于欠费的 Fam